刘仲敬说 房地产是一个税收机构 或者准确地说 它是一个矿间和税间这样的垂直税收机构 而不是地主 士大夫所代表的那种扁平税收机构 地主和士大夫用处是什么呢 就是聚集地方上的财富 把粮食和产品聚集在他手里面 然后他跟商人连接起来 把本地不需要的物产卖出去 把需要的物产转运进来 同时拿一部分收入给朝廷 维持地方社会和帝国之间的关系 而矿间和税间呢 则是来自于争利的需要 就是帝国政府与以地主 商人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 争夺地方上的利益 要把剩余的粮食和白银集中到中央 所以派出特派员 往往这些特派员由太监来担任 他们会跟地方人士发生强烈的冲突 因为他们会征收常规的皇册 土地税就是所谓的工粮 以外的其他税收 或者以商业税的名义 或者以矿业税的名义 征收的方式是武断的 等于是从地方士绅手里面口中夺食 所以两个系统会发生强烈的冲突 而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员 一方面他是朝廷任命的 要配合皇帝的政策 另一方面他自己退休以后 是要加入地方的士绅集团的 一般来说这种政策能不能实行 就要看地方官员是向着他出身阶级的士绅一边 还是向着给他官位的皇帝一边 一般所谓的奸臣 就是向着当今皇帝和太监这一边 一般所谓的忠臣 就是向着儒家价值观和地方士绅集团这边 而房地产是一个税收的补充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是税收怎么也不够用的 因为中国式的基本盘就是钱不够用 所以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节责而鱼的做法 跟古代的矿间和税间不一样 他之所以能够以古代矿间和税间做不到的方式 大规模推行 是因为毛泽东和黄俄老干部 已经把地方士绅集团基本消灭了 因此现在西门庆和矿间 税间下乡设置新的税种 直接向消费者抽税 不再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 因此房地产可以全国开展 而不像是以前的矿间 税间只是局部展开 就要遇上严重的冲突 得到的钱也有限 因此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一绝头 刨了个大金娃娃 显示了中国相对于别国的优越性 中国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 实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 像许家印这种人才能上台 否则的话 许家印即使是在大明朝当了矿间 税间的话 他到了苏州府征税 还有本地的很多跟朝廷命官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地主 明的暗地想办法跟他作对 后者还会煽动出一些市民出来 搞游行示威 让皇帝很没有面子 如果镇压了 显得皇帝不是姚舜之君 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如果不镇压的话 他们一闹 你老这里捞不到钱 皇帝交给的任务你就完不成 房地产政策能够普遍执行 能够向全民通过高价卖房 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低价取缔 高价卖房 差价大部分归政府 这种做法能够行得通 就是地方士绅集团瓦解 导致地方社会缺乏抵抗能力的产物 因此 房地产政策是皇帝的太监来监督的政策 也是依靠内臣来执行的政策 也就是说 不是依靠正规的士大夫 而是依靠内臣来执行的政策 矿间 税监这种事情带有半官方色彩的 带点统战性质 不是像是随随便便什么企业那样 或者像是对外经营的企业 有救资产阶级从事 或者是像是需要引进国外资料技术的 科研方面的工作 有救知识分子来从事比较合适 矿间 税监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只要政治上可靠的事情 就要由任志强 孙广信这样的退伍军人 受过党的熏陶的人民解放军军人 和许家印这种最底层红色干部的子弟 来从事才比较合适 这些让谁干什么事情 谁适合干这些事情 都是很有讲究的 都是组织学的精华所在 当然 房地产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这些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小规模的房地产经营 像海南岛 其实在八十年代早已经搞了 大家都知道 搞这种东西早晚是要搞破产的 但是谁来负责这个中间环节 在没有破产以前的中间环节 能够为党国和自己的相关利益集团 捞到多少 怎么处理 这就是很有讲究的事情 让许家印 徐明这种出身底层的人 跟任志强这种属于体制内的自己人 还有那个红色赌盘的沈家那种 跟就资产阶级有关系的人 实行大和解 放弃共产主义 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依靠全球化来给自己获得资源 对应的就是 把山东老干部 贫下中农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 以及统战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全部团结在一起 共同投入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服务 并给自己赚钱的事业 这就是江泽民主义的真正精神所在 反映的是冷战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幸存策略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他们出身是矿间税间集团 所以矿间税间虽然唠出很多钱来 但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是跟地方利益集团对立的垂直管理体系 所以他们虽然唠了很多钱 他们不大容易像科举士大夫那样 退休以后买田买地当地主 经营地方利益集团 他们也缺乏一个像儒家教育体系那样建立清党 复杂关系网的能力 像许家印这种贫下中农干部 他本身在体制内就是缺少关系网的 缺少很硬的关系网 对于他来说 捞到了钱 最好的方式就当然是拿到国外去 在国内 如果像袁世凯他们那样 在本地买房买地 做一个本地的地主 经过几十年时间 地主建立民兵 跟其他地主相互勾连 然后自己就慢慢变成军阀了 由地主产生军阀 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需要自身有相应的素质 有相应的关系网 朝廷有相应的政策 现在是朝廷政策不稳定 许家印自身出身也很差 能够网罗到的人也很差 所以合理的做法就是 赚块钱送到国外去 然后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 一方面 他弄到的钱 大部分用来支持地方预算了 他知道国家早晚要让他当吸生品 运转不下去的时候 肯定是 那肯定是他自己的责任 不会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许家印赚了一些块钱 他弄了一些钱出去 在国外设行托基金 把一个孩子和老婆送了出去 另一个孩子还没送的出去 自己还没有跑出去 就被及时抓了 许家印就是犯了那个李嘉诚 所说的那种赚完最后一块钱的错误 如果他把最后一块钱留下 照我的说法是 搭倒数第二班车 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搭倒数第一班车 你的下场就是很可能是出不去的 倒数第二班车 多半你可以平安出去 倒数第三班车 第四班车呢 你当然是很容易出去 但是可能你就赚的不够多 许家印对这种事情也不是不明白 但是他有点太贪了 或者说 判断政治时机的能力稍微差了一点 结果刚刚转出去的一半就被抓住了 他的家人要是一直不出去的话 这些人肯定就是全员当替罪羊的 等到人口血崩 没有人来买房子了 囤积的房子太多的时候 你肯定会卖不出房子 卖房子的实质就是征税嘛 就是向所有需要买房子的人 需要结婚生孩子的人 争一笔税 就像是太监争矿税 或者是商税那样 而你平时弄来的钱 就是贷款带来的钱 其实已经被各级政府拿去花掉了 因为你其实是政府的白手套 而账面上看 欠债的是你 倾家荡产的是你 你要为此负责 当然你也不是傻瓜 我就趁着我的架子还没有倒 政权还需要支持我的时候 我去借很多很多钱 然后把钱转到国外 然后我自己先跑了 拿着钱包 许家印正是这么干的 干了一半的时候 被习近平及时发现了 然后卡在中间了 他本人并不重要 但是他体现的就是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资本家 无产阶级资本家 是没有办法 像比如说南通状元张继值那样 像大清国的资本家那样 自己本来就是地主 或者也可以变成地主 然后由地主产生军阀 由军阀建立政权 建立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 长期维持 尽管差了一步 没有像拉美军阀那样直接建国 但是毕竟军阀统治 也能维持几十年 他们是有根的人 他们在产生地方秩序 而许家印 你也可以看出 他虽然发了财以后 在老家也办了点小学什么的 他基本上像孙大武一样 没有建立自己的地方帮派 所以他自己的预防措施 就只能是带钱跑路 谁建立了地方帮派了呢 像刘翰这种人 倒是建立了地方帮派 他的钱比起许家印要少得多 但是像刘翰这种人 以及最近几十年兴起的各种什么杀石厂老板 诸如此类的地方生态 他们经常是通过踩点 踩贸易路线 跟江湖人打交道 建立起来自己的体系 虽然跟官方有又合作 又斗争的关系 但是他们产生在体制外 具有浓厚的江湖气 不大能够像许家印这样 凭政策来吃饭 因此 他们反倒是有一点点 在将来变成军阀的能力 而许家印这样的人 以及跟他的同类 虽然钱特别多 但是自己变不成军阀 他本人 和拿他当白手套的人 适用于这个规律 甚至更加适用于 比如说那些到招商局 或者到国开刑 或者其他地方去当官 拿钱比许家印还要多 而且因为自己的红色老干部 高级干部的身份 还在追究责任 只追究他的马仔 像成员在国开刑的集团 基本上被习近平连锅端了 但他本人没事 还能够平安退休 他自己派到国开刑的董事长 都是他自己的嫡系干部 被全部进了监狱 但他自己还得以保全 这是他的身份起的作用 许家印当然是没有这个身份的 改革开放资本家 尽管赚了很多钱 比起张继执 袁世凯那个时代的地主资本家 赚钱多了几千倍 几万倍了 但是他们买到的优越性 还不如那些人呢 运气不好的 就像许家印这样 你当替罪羊了 尽管大部分责任 老师说是共产党他本身 大部分钱也是他拿走的 但是造成的亏空名义上是许老板你造成的 人民在舆论导向之下都说是黑心资本家坑了我们 其实许老板自己拿到国外的钱是小头的 大部分是用来支持政府的 政府改革开放 政府招商引资 搞各种建设 靠的什么钱 都是房地产来的钱呀 包括广大愤怒的人民所享受的那些 最起码你想受到高楼大厦了 商品房你想受到了 地铁你想受到了 这些建设从哪来的钱 都从房地产来的 但是责任要全部拉在许老板头上 指不定就干脆把他杀人灭口了 让他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的病死 免得他被刑讯逼供逼急了以后 老子不活了 老子也要把你们全都咬出来 把当初拿了我多少多少钱 拿我当白手套 拿了我多少好处 包括习近平家族 什么什么我都给你咬出来 那就不得了了 当场杀人灭口 你就突然暴病身亡吧 你连同你在国内的儿子 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了 你的阶级地位 比起当年黄金融差得远 节选自 刘仲敬每周访谈第264期 2023年10月4日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